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正忙着筹备烟台演唱会的 华晨宇本人还没来得及官宣 香港红管党官博 香港主要媒体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各种 宣传华晨宇五月将举办 首个香港户外演唱会仪式 当地歌迷也开始铺天盖地留言 欢迎华晨宇演唱会 港媒争先头条报道 港迷纷纷发文狂欢 可见华晨宇在香港的人气有多高 据香港官方微博透露 香港演唱会举办当天 现场会有至少6万名观众 不过 华晨宇在内地巡演期间 如果场地足够大 容纳进食观众也是常态 2015年 刚出道两年的华晨宇就被 57届隔来美官方邀请出席颁奖盛典 他也是中国新生代音乐人中首位出席 国际第一颁奖盛典的华语乐坛最年轻歌手 华晨宇首次在香港开场 届时会有央视和港媒的随时报道和现场报道 本次香港演唱会意义非凡 也将会为他的台湾演唱会以及海外演唱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去年 曾连续几个月造谣华晨宇演唱的大地被央视 删除等黑料的大量营销视频和文章已被举报为权 部分造谣媒体已被当事人就地正法 也正是因为这首歌 华晨宇才受到了不少香港现场歌迷的欢迎 华晨宇去年的全国八个城市 19场巡演已经打破了华语乐坛演唱会的年度场次 记录 单场海内外观众人数记录 票物授庆最快记录 演唱会综合创新记录 华晨宇的偶像张国荣的经纪人 还特意从香港飞往北京观看了他的鸟巢演唱会全程 如果说鸟巢演唱会是华晨宇扬名例外的起点 那么全国巡演和即将举办的香港演唱会 就是华晨宇逐渐走向国际的里程碑 华晨宇是一位很有实力 很有魅力 很有个性的 音乐人和资本的宠儿 无数资本大量向他倾斜 证明了那句话 资本不捧庸人 庸人在评论中应有尽有 说起华晨宇 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音乐圈 他都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和知名度 而他的人设之所以会有那么高的人气 还是和他的性格和才华分不开的 一直以来 他都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 他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独特 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都是那种谁都不服的状态 而他的音乐作品也是有着非常独特的风格 可以说是在娱乐圈中有着非常高的颜值和才华 而这次 他无意官宣的消息也是直接和恋爱给挡了刀的热搜榜上榜 也是可以说是给大家送上了福利 让大家对他的热搜非常的期待 原来在12日的时候 他的工作室就无意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了一条消息 而这条消息也是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意外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猝不及防 原来他要举办一场演唱会 而这件事情也是被他的工作室无意透露出来的 而且在他的这场演唱会上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 那就是和粉丝一起看日出 可以说是非常的浪漫和独特了 也是让很多粉丝为之动容 而在这件事情宣布之后 无论是媒体还是粉丝 都是非常的期待这场演唱会的到来 也可以说是给他的热搜非常的挡不住 而在这个消息宣布之后的第二天 也是一如既往地给他送上了福利 因为在这一天 他的热搜榜上出现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热搜 直接就和他的演唱会给挡了道 而且这条热搜还是非常的高调 原来这条热搜的内容是华晨宇日出演唱会 而在这条热搜的内容中 还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挡了谁的道 这么整我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稿 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 而在看到这条热搜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这段时间的娱乐圈热搜 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一开始还在猜测黄子涛和徐一阳 是否会在这段时间公开恋情 结果却被华晨宇给吴义官宣了一场演唱会 而且还是和粉丝一起看日出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 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件事情的到来 啊 观众的反应 在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可以说是所有人都对他的热搜非常的期待 无论是媒体还是粉丝 都是非常的热情 也纷纷地围观他的热搜 想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对于这件事情 他的粉丝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期待 可以说是激动到炸裂 因为在他的演唱会中有这样的环节 也是非常的难得一见 而且也可以和他有这样的浪漫互动 也是非常的幸福 所以在这段时间 他的演唱会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相信到了演唱会的时候 现场的气氛也会非常的热烈 也会有非常多的粉丝前来支持他 当然 在观众和粉丝的期待之外 他的热搜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毕竟可以和黄子涛挡了道 这样的热搜也是非常的高调 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 也会给他的演唱会带来非常大的人气 而在这件事情上 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幽默和豁达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感 也是和网友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互动 让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 而在看到这样的互动之后 很多人也是对他的热搜有了更多的解读 也会更加的期待他的演唱会 相信他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惊喜 结语 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春天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音乐圈 都有着非常多的好消息 也有着非常多的惊喜 而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明星 也是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好消息等待着大家 也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特和真性情 也希望他的演唱会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美好记忆 花晨宇在乐坛风投无良的时候 他的音乐风格独特 舞台表演激情四亿 吸引了众多狂热的粉丝 那时的他可谓是红透半边天 成为了现象级的偶像 他的嗓音时而高亢激昂 时而低沉婉转 让粉丝们陶醉其中 无法自拔 他的演唱会更是常常爆满 作无虚席 随着他的声明却起 争议也如影随形 有人批评他的歌曲过于另类 让人难以理解 有人指责他的表演过于浮夸 烈显作作 但他的粉丝们却坚信 这正是花晨宇的独特魅力 旁人不懂 无需妄加评论 更为夸张的是 他的粉丝们竟然赋予他 华语乐坛之神的无上荣耀 这一称号 犹如一把双刃剑 激起了其他歌手粉丝的不满 众人纷纷质疑 花晨宇何德何能 竟敢与真正的乐坛巨匠相提并论 不过要说花晨宇的出道 那还得从他那不一般的家庭说起 他老爸可是当地 呵呵有名的银矿大老板 老妈妈 就稍微逊色一点了 这种家庭地位的不对等 很快就让他家的小传说翻就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2 3 1 1 1 2 1 1 2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